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雨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旧部 中共原国家提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日前去世 高尚全身前有关改革言论 多有突破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 高尚全一份通信手稿在网上流出 被指是中共隐瞒疫情的证据之一 2021年6月27日 中共原国家提改委副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 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 享年92岁 资料显示高尚全1929年9月生于上海家定 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研究员 教授 高级经济师 长期从事政治研究工作 1982年起任国家提改委处长 副局长 中国提改研究所所长 1985年至1993年任国家提改委副主任 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提改委曾是中共国务院下属部门 首任主任是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当时是高尚全的直接上级 高尚全被指体制内改革派 生前曾称改革是他一生的追求 也是他一生的牵挂 他生前有关改革言论 多有突破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 强调普世价值 认为市场机制 宪政法制 都是人类发展当中得出来的一般规律 是人类的文明成果 应给予借鉴和吸收 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首先爆发后 由于中共当局在疫情早期隐瞒数据 导致疫情已蔓延全世界 2020年3月 高尚全写给其前部下 苏东波的一封信被公开 间接证实中共隐瞒疫情 图说2020年3月 高尚全写给其前部下 苏东波的一封信被公开 间接证实中共隐瞒疫情 2020年3月2日 财经会议咨询网发表了 高尚全的一封亲笔信 高尚全在信中 借中共因疫情推迟全国两会的机会 提出改革两会开会方式的四点建议 包括扩大人大应变决策机制 利用5G网络平台开会 进一步扩大民主 提高信息透明度等 目的是节省无畏的政府开支 更好的应对疫情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等 手稿中透露出一个重磅信息 这次人大常委会 从去年12月28日开始到2月24日 讨论如期召开还是延期召开 总共用了55天 经过冗长的法律程序 和繁琐的法律手续 措施良机 高尚全在手稿中还表示 如果信息即使公开 老百姓就会自觉做好防护措施 我们可能在新冠肺炎发展的早期 就能够抑制住病毒的扩散 不至于今天需要集中这么大的力量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克服疫情 和高尚全手稿同时流出的 还有苏东波2月26日写给高尚全的回信 其中对四点建议表示赞同 同时补充两点 即当局对外公布两会的巨额开支 授权两会对失职官员进行问责 包括直接向国家卫健委提出多项质问等 旅美名运人士韩联潮当时在推特指出 这说明北京高尘早在2019年12月底 就已得知疫情并预见到其严重性 但隐瞒真相不让人民知情 韩联潮表示 前发改委主任高尚全致信中共高尚全要求改革 信中含若干重要信息 一 如无极未特殊事 两会必须准时召开 中共早在去年12月28日就讨论推辞两会 说明高尘已得知疫情并预见到其严重性 但隐瞒真相不让人民知情 二 要求人大扩权 加强应变机制 三 要求扩大民主 信息透明 希望更多人站出来为民请命 旅美学者胡平发文表示 高尚全这封信没有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以至于当局要讨论两会是否延期召开 但这封信既然是在当局宣布因疫情推迟召开两会的决定后写的 并发表的 因此 高尚全实际上是暗示就是疫情 这就是说 致迟在2019年12月28日 当局就知道疫情了 而且知道疫情有可能非常严重 胡平说 高尚全和苏东坡来往信件 在财经会议咨询上发表后 随即被国内和海外很多网站转载 引起关注 高尚全是体制内高级官员兼知名人士 信的内容又很敏感 如果是假的 早就有人出来辟谣了 这封亲屏信也一直没有被删除 可见是真的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长陈炳中 早前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披露 中共当局掩盖疫情真相 致使疫情发展到全面失控的局面 陈炳中说 中共当局官方说 疫情是12月8日出现的 但中共当局1月20日才首次宣布防控措施 从12月8日到1月20日 40多天了 能不恶化吗 就是失控了 自己掌握不住了 本次的新视角新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月板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